在美国,你可以随便开航母,但千万别招惹德国的潜艇 二战时期,德国潜艇采用狼群战术 在整个大西洋不断猎杀盟军的商船 由于无法破解德军潜艇的密码 数十个国家也因此遭到迫害 为了能打击德国 美英两国便派出大量驱逐舰 去寻找海上的德军潜艇 就在这天,一艘德军的U571号潜艇 就不幸被英军发现 看到驱逐舰正在快速袭来 德军瞬间就光作一团 他们急忙将潜艇下潜至90米处 并将潜艇的引擎全部关闭 希望能躲过敌军的攻击 和下一秒 伴随着剧烈爆炸 潜艇顿时被炸的左右摇晃 引擎视野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情况万分紧急 队员急忙拿着灭火器来处理 但更绝望的是 由于潜艇的船体受损 此时潜艇已经来到了120米处 已经远远超出了安全位置 危急时刻 艇长立刻要求打开上升舱 必须要赶紧浮出水面 好在 英军的驱逐舰 此时已经离开了这片水域 德军的潜艇也因此逃过一截 可由于潜艇的引擎已经损坏 机房的维修室也全顾阵亡 所以此时的潜艇 只能勉强地潜航或者漂在海面 而这种情况 一旦被敌军发现 那么下场只能是必死无疑 情况万分紧急 艇长迅速将潜艇的情况 通过无线电发送给了总部 要求立刻派人前来救援 然而万万没想到 德军发出去的救援电报 却被海上一处巡逻的美军截获 得知德军的潜艇并未摧毁 美军便立刻有了一个大胆的进步 他们要伪装成德军的救援队 然后登上德军潜艇后 再顺势抢抖德军的密码机 从而破解潜艇的海上狼群战术 为了让德军相信 他们便将潜艇贴上了内队专属的标志 然后又迅速朝着德军的方向驶去 终于 在他们连续赶了三天三夜后 成功在德军救援赶来前 提前找到了德军的U-571号潜艇 随后 艇长急忙安排好任务 然后便坐着批发艇 朝德军潜艇的方向滑去 此时 德军完全没有防备 他们兴奋的招手 还热情的想把美军拉上潜艇 可就在这时 细心的艇长却发现了不对 就这样 在美军的一番乱射下 甲板上的德军都瞬间击毙 然而 在潜艇内听到动静的德军 则立马关闭了甲板盖 并让潜艇迅速下潜 想把上面的美军全部淹死 然而在美军的蛮力下 他们最终还是掀开了盖面 并将一颗守卫丢了进去 随后 美军就迅速冲下潜艇 将里面的德军全部击毙 紧接着 又在一番搜索下 成功找到了德军的密码机 一切都在朝着预计好的方向发展 可他们不知道 一个巨大的威胁 此时正在悄然逼近 随后 美军就将存活的德军俘虏 押送到S33号潜艇上面 接着又在U571号潜艇上装上炸药 想把潜艇伪装成自己沉默的样子 但不料 就当美军准备离开U571号时 美军潜艇上的艇长 却突然看到了危险的荫幕 不料一颗鱼雷竟然快速袭来 下一步 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烟花 在平静的海面上彻底绽放 此时 还在U571号潜艇上的美军 已经完全愣在了原地 但很快 他们就反应过来 明白是德军的救援艇 在这时赶不过来 情况紧急 美军立刻返回潜艇 将刚才点燃的炸药吸密 然后又立刻操控着这艘潜艇 迅速朝着前方逃跑 可就在这时 声纳却突然检测到 敌军的潜艇已经发射了一枚鱼雷 并快速朝着U571号袭来 擦边而过 然而德军并不打算放过 紧接着 两枚鱼雷又再次袭来 见此情况 美军立刻进行反击 弘仰发射了两枚鱼雷 发射成功后 紧接着又发射了 三号和四号鱼雷 下一秒 双方鱼雷纷纷相同错误 都没有将对方的潜艇击中 但就当美军 以为自己会命丧于此时 不料 他们刚发射的第四枚鱼雷 竟然意外地击中了敌方潜艇 就这样 美军顺利地逃过一劫 随后 美军对这艘潜艇 进行了一番仔细检查 发现潜艇的电力已经马上用完 而且引擎也已经全部损坏 更悲催的是 由于此时所处的海域 是在德军的范围 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 去使用无线电去进行求救 就在这绝望之际 好在 经过一名机械师的努力 潜艇的右引擎被成功修好 潜艇还可以勉强航行 最终 为了能破解德军的密码机 艇长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驾驶这艘破损的U571号 穿过德军的海域 将密码机直接带回英国 可望望没想到 潜艇还刚刚出发 一架德军的侦察机 就盘旋在了他们的上空 在海上 你可以随便开潜艇 但千万不要露出水面 这艘被美军截获的U型潜艇 只是想出海喘一口气 不料一架德军的侦察机 就直接发现了他们 美军瞬间吓尿 因为此时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下潜 于是为了摆脱嫌疑 美军只能不断地挥手 希望可以骗过头顶的飞机 看着飞机已经远去 众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可望望没想到 德军的侦察机竟又转了回来 看到这一幕 前面的机枪手完全慌了 他立马架起机枪就想开枪 千军一发之际 飞机又瞬间从头顶飞过 原来侦察机并没有将他们认出 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可不等他们悬着的心放下 一艘德军的驱逐舰 竟又在前面突然出现 看到这一幕 艇长立刻下令 准备将潜艇下前逃跑 可在这关键时刻 潜艇的引擎居然出了问题 艇长急忙进行修理 但等他们费尽地将潜艇启动后 不出意外 德军的驱逐舰 就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 并且一支德军的维修小队 还乘坐批发艇 正朝着潜艇时来 看到这一幕 美军已经完全下傻 但眼看德军马上就要过来 艇长便决定先下守卫墙 他立刻举起机枪 就大声呵斥德军原路返回 紧接着 又让甲板下的手下立马开炮 下一幕 看着德军的无线电 被成功打中了 美军立刻就操作潜艇 迅速朝着海里下船 可德军战舰上的子弹 就如同雨点一样 正在疯狂地朝着潜艇打来 情况紧急 艇长立刻加足马力 直接就朝着驱逐舰的方向驶去 因为只要离得够近 敌军的炮弹就无法射到他们 就这样 这艘美军驾驶的U571号 就在德军的枪林炮火中 成功潜入到了驱逐舰的正下方 在确保德军打不到他们后 美军便又下潜至海底的30米处 开始启动潜艇准备逃离 本以为 他们已经成功躲过了袭击 但让美军没想到的是 此时在德军的驱逐舰上 一枚眉的深水炸弹 正在密集地朝着海底扔下 而一场猎杀 也正式拉开帷幕 一艘德军的驱逐舰 不断地朝海底丢下深水炸弹 此时 潜艇里的每一个美军 都万分紧张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喘一下 可下一秒 巨大的爆炸 直接就把潜艇炸飞 各种管道也开始出现破裂 情况万分威胁 为了躲避德军的炸弹 美军的艇长 便要求潜艇下潜至极限的160米处 听见此话 所有人都弄在了原地 紧接着 艇长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想下潜至160米处时 然后把潜艇上的杂物 通过鱼雷管道发射出去 从而伪造成被击沉的样子 然后再趁着敌舰离去 潜艇再迅速上升 从而发射仅剩的鱼雷 将敌军一举歼密 随后 美军说干就干 他们将队友的尸体 以及潜艇的杂物 全部抛出 但不亮 德军根本没有上当 无数的深水炸弹 又不断地朝着海里扔下 检测到炸弹太过密集 此时的潜艇 已经再也无法继续承受 于是艇长变下了一个可怕的命令 就这样 潜艇不断地往下驶去 所有的队员都屏住了呼吸 很快 潜艇就来到了190米处 外围的铁皮 也能清晰地听到被挤压的声音 下一秒 无数的深水炸弹 就在他们的上空开始爆炸 美军也终于露出开心的表情 但突然 巨大的水压 又瞬间冲进了潜艇内部 各种仪器也开始纷纷破裂 更绝望的是 由于各种仪器的损坏 潜艇已经不受控制 开始急速朝着200米之下坠去 很快 潜艇就来到了250米处 海水巨大的压力 已经让每一个队友难以忍受 危急时刻 士兵只能用尽浑身力气 将衡水舱的水全部排了出去 潜艇也终于开始上升 但这样带来的后果 就是潜艇再也不能下降 所以 一旦露出水面 那么德军的驱逐舰 肯定就会将他们发现 于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将损坏的鱼雷管道修好 从而在浮上海面后 直接将德军的驱逐舰击沉 紧接着 一名队员就进入了发射舱 开始维修破装的管道 可管道破裂的地方 却正好在一个夹缝之处 队员根本无法够到 更让他们崩溃的是 此时的潜艇 已经完全露出海面 而德军的驱逐舰 也直接发现了他们 并迅速朝着潜艇快速袭来 紧接着 一发发的炮弹 就朝着潜艇直接打来 潜艇被瞬间击中 大批的海水也涌入船舱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维修的队员 直接丢掉了氧气管 然后用力挤到了夹缝之中 成功关闭了陆气阀门 一瞬间 气压恢复了正常 艇长立刻就发射了紧剩的鱼雷 此时 驱逐舰也发现了鱼雷 他们急忙猛打方向 但不幸的是 由于双方的距离过近 战舰已经无法躲避 下一步 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就在平静的海面彻底战防 最终 这一次德军驱逐舰的猎杀 也被美军成功码杀